現在看到這個就是黃毓敏 我想說什麼呢? 我想說黃毓敏在2016年立法會選舉慘敗之後 我覺得他的政治生涯已經告一段落了 為什麼呢? 你看回資料來說 他現在就64歲 64歲 4年之後68 你有沒有這樣的魄力 有沒有這樣的支持者再去選呢? 是不是? 還有李今時今日的作風呢 青筋暴宴、掃桌 絕對得不到港大市民的支持 你想一下黃毓敏 老實說我一直都有留意 當初寫文年興起的時候 黃毓敏和蕭若元有份的時候 他搞得不錯 他一直寫文年開始 他離開寫文年又搞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又離開又搞其他東西 接著 不斷可能他自我膨脹和教條主義 教條主義 類死了黃毓敏文 教條主義即是說 信我者生亦我者亡 你不信我教條就打你 好像他追擊 民主黨那樣嘛 即是泛民那樣嘛 即是說他入了2010年 他入了聰聯辦密室談判嘛 那最激烈是票了票償 這次立法會選舉就是票了票償 你打響旗號 打到共產黨 你自己口號說 對不對? 又說永續基本法 這件事已經人神共分了 永續基本法 基本法去吧 香港人當然要去 即是黃毓敏的生涯 黃毓敏的生涯 黃毓敏的政治生涯 在這裏 我告訴林杰叔 他說全力搞什麼普羅政治 精神病院 我覺得精神病院 這個 對不對 你整個東西 其實老實說 黃毓敏這個人 我是幾喜歡的 黃毓敏被黃毓敏 你這不是太過教條主義規範 你不能夠自我發揮 是不是? 黃毓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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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麻木順從 黃毓敏的教條主義 那些 青筋暴然 黃毓敏和黃毓敏 黃毓敏 黃毓敏是一個 有去的黃毓敏 很像鄭經漢那類人 而黃毓敏說話 他其實 他是激 但他講話也有很多 很多 很多點的 黃毓敏說話 其實他是有文有老的 不同黃毓敏 黃毓敏的青筋暴然 不斷 那樣 就是發瘋 那樣 這些就是令人不反感 其實我覺得呢 如果你黃毓敏呢 真的跟黃毓敏說清界線好些 他的政治生涯的理念 整個光環已經失去了 你看回他 九龍西選舉 他可以慘敗 加多了一席 而被六個女人獵 六個女人 九龍西 所以你黃毓敏的政治生涯 政治前途 你那個所作所為 還有他那種教條主義方法 已經全部被香港人接受 如果你今時今日 你如果 黃毓敏 我不知道下屆選不選 是不是 如果你繼續參 從政 你一定的政治立場 一定是切切實實 表明政治立場 不要說什麼永續基本法 那些垃圾的東西 那些垃圾的東西 你為什麼 好像九龍東那樣 譚香文 為什麼會得幾千票呢 他就是走中間路線 沒有政治表態 是不是 你經常說什麼 為民生為食 為民生這些是基本的 就是要做人 吃飯和飲水 別人問你 興趣是什麼 吃飯和飲水 別人就屌灑你 別人就屌灑你 誰會給你票 政治家就有政治立場 政治是骯髒的 一定要沽選票 還有你政客來說 很多事情 選他那時候 說得切切實實 但選到立法會 那時候 他可以做些事情 完全 違反選民給他的 支持 而選他 你今時今日 你黃毓民 你所有的 政治 生涯 我可以告訴你 所有人 聽 黃毓民的政治 生涯已經 畫上一個人生句號 真的可以回家照顧孫的 他所謂搞的事情 可能支持者 一路一路走 整個大小 他完全分析 他否定了香港建國 他經常說 香港港獨的偽命題 怎麼偽命題 香港就是一個 準國家 就是 基本法 令到香港 不能夠再有活力下去 你還用基本法 你擺明死路一條 你自尋死路 你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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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債票償 你比泛民 2010年 連入中聯辦 和他所謂密室談判 你衰很多倍 你這個永續基本法 你慘敗原因 你自事過高 你教條主義 累死 不是累死你自己 你一百年多 累死黃毓達 那些 是不是 你想想 之前我挺喜歡陳雲 陳雲根 陳雲 他自從黏在黃毓民那裡 我覺得他有點癲癲 所以他之後 他寫的書 我都沒有買 就是一個人 你想想 寧林大學 為什麼會不同 陳雲 續約就是原因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是不是 你越來越 你偏離了你學者的風範 是不是 就是你 你經常發瘋 在Facebook 都是他經常發瘋 說話 是不是 所以你 誰黏著黃毓民 那個真是 精神病法 普羅 精神病學院 我想黃毓民 真的他的政治生涯 告一段落 就是他已經一百年多 真的回家照孫 是不是 今天講的就是這麼多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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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講